7月16日凌晨,德云社主办方老万发文祝贺德云社一日四成演出圆满成功,全是满坑满谷,玩的就是一个爆满。 四场相声专场分别是郭老师与老师在深圳,岳云鹏孙岳在山东,张赫伦郎贺燕在哈尔滨,德云三小在苏州。 看到这一幕,不少网友表示,德云社真是厉害,一天四座城市同时开专场,祖孙三倍都凑齐了,还场场爆满。 能把专场开成小剧场的样子,也证明了德云社的实力。 相信不少网友也看出来郭老师的着急,每一次的专场演出都要强调一下,希望能够早日成立德云社分社。 毕竟有这么多的徒弟要演出,小剧场场地不足也成为了郭老师的心病。 毕竟小剧场才是他们的根,还有许多相声演员们需要演出,只有小剧场充足才能培养出更多的相声人才。 老郭也是为徒弟们操碎了心,刚刚解决古曲社的学员们的演出舞台,如今有操心德云社演员们的舞台,真是一个好师傅,也为传承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。 郭老师专场也上心活了,天为老盖,地为耻人生,世上浑水的鱼,父母养儿,鱼帅子,则笑,孙仙,水养鱼,空着手而来,空着手而去, 纵剩下万管家财你,拿不滴,趁着胸前有口吃在,吃点喝点玩点乐点修点好,积点得,听点香声那是转地。 不得不说,郭老师会的真多,小曲小调信手拈来,唱功也是非常不错,每一个字都能清清楚楚地传到观众的耳朵里,听着让人特别的舒服。 在演出当天,岳云鹏还收到了观众们的特别礼物。 看到观众送的特别礼物,岳云鹏也是非常的开心,还特意地给大家展示出来。 抱枕上是岳云鹏最新电影的海报图,看得出来观众也是非常的用心,也非常的喜欢岳云鹏,看到岳云鹏在国外录制的综艺中餐厅杀青,回国后又忙着开专场。 大家也感受到了岳哥对相声的态度,说他不务正业的声音也消失了。 除此之外,德云三小的专场上,刘晓婷也收到了特别的礼物。 演出当天,是刘晓婷张九泰合作11周年纪念日,如今两人已经合作,走过了11个年头。 从那个懵懂的少年,已经成长为德云社的中流砥柱,从垮掉的二哥到斗的观众捧腹大笑的破包袱,再到如今稳健的舞台风格。 刘晓婷一直都在努力,特别是孟赫堂在节目中曾说过,二哥无时无刻地都在台下给师哥们抖包袱。 无论想不想,这份努力和坚持也成就了如今的刘晓婷。 能把专场开成演唱会的效果,估计也只有德云社了。 作为德云社的焚王张赫伦的实力有目共睹,四场专场场场场爆满,也证明了德云社如今的火爆。 无论在哪个城市演出,都能有满坑满谷的观众,也希望德云社南方分社能够早日成立,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。